这次来教大家做一个自然型的小花树 首先我们先介绍花菜 有叶兰 黄玫瑰 白玫瑰 黄河 万树菊 白色雪莓 日灵草 将多余的枝干 长过长的先整理一下 我们先整理花菜 把不必要的叶子去除 好 整理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组合了 把它组成一个小花树 将所有的花菜都组合起来 大概都一样的高低 把它组合起来 最后要用绳子 把它绑起来 下面呢 加一个吸水纸 保湿 然后用叶兰呢 折起来 这样对折 像薄柱子一样 把长的梗子 拉进来一起绑 这样子 它又可就是一个小花树了 所以啊 很简单吧 大家可以试试看 有点多余的 好呀 谢谢大家 我可以试试看